欢迎回到美都新闻现场 10月28号2021年妇女女性榜样颁奖之夜 在雅加达南区域所会议厅举行 此次活动在遵守卫生防疫规则的前提下 由印尼前进大使基金会与一个杂志品牌联合举办 大约有120名嘉宾出席此次活动 印尼前进代表基金会 自2017年起开始举办 妇女榜样颁奖之夜 今年是第四届 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在各领域 做结出贡献的国年女性 以为大家梳理榜样 jadi tidak selalu seperti stigma yang dulu ya perempuan ya begitulah adanya tetapi bukan kita menuntut hak yang sama kita itu punya kodrat perempuan dan laki-laki tetap punya kodrat yang berbeda jadi menjadi perempuan sukses di segala hal 最终共有12位女性荣获2021年女性榜样大奖 圣殿现场 国内妇女与儿童部长伊古斯蒂 为获奖者颁奖 其中印华百家新协会妇女会主席 陈青慧 获得2021年妇女榜样颁奖之夜的 慈善事业领域奖项 据了解 他在该社团与举办慈善活动的方式 为人民做了不少贡献 因为大家都是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 很多人在这两年里面 经济方面一切都很不好 所以我就鼓励 所有华人女人 你们有钱的健全 有力的健力 然后也很不错 所有在我们櫻花百家新的妇女部 都很团结 对于妇女榜样的定义 伊尼前进代表基金会创始人 丽莎表示 妇女榜样是指以为拥有 奋斗精神 从个人的家庭生活开始 都能为全国妇女树里榜样的女性 美图新闻 李苏珍 阿达阿南俠 采访报道 美妇 你应该让战